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出席了一场同军活动 他也难得换上了同军的装弹 对外界关注的年改视线 蔡总统他不只对军公教来表达歉意 他也强调绝对没有御用大法官的问题 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对手韩国瑜说 以后不是总统级的议题 他不会亲自回应 那么蔡总统今天也做出回应了 他说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策略 还刻意提醒韩国瑜一定要先做好市长的本分 参加同军大会总统蔡英文入境随俗 扮演一日同军 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不过一提到年改视线尘埃落定 蔡总统放下身段向军公教示善意 这项的改革 当然对有一些军公教的同仁来讲 他们退休基因有被减少 对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达 对他们的敬意 但是也有一些歉意 国家的未来 那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一项改革工程 刚才说什么 御用大法官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恰当 大法官里面的多数 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马前总统的时代 所提名的大法官 蔡总统坚定捍卫年改成果 市政成绩也反映在近期民调上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显示 蓝绿对决 蔡英文以52.1% 大胜韩国瑜34.7% 17个百分点 就算是蔡韩科撒卡都对决中 蔡同样以41.3% 碾压韩国瑜的28.7% 和柯文哲的22.6% 但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游英龙却认为 是蔡英文运气好 那我民调不好的时候 就是说我运气不好 她有一个叫做讨厌度排行榜 奇怪你怎么从版面在问问题呢 你为什么不问好感度呢 有不同的时间就有 在不同的思考之下 所做出来的民调 总是有起起伏伏嘛 参考用 讨厌度排在韩国瑜后 高居民调第二 蔡总统轻松带过 面对兰英对手韩国瑜郭台铭 都把炮口对准他 总统不甘示弱回击 我不知道这个郭董事长 他说的是谁 对我来讲是 从来没有人会质疑 我对捍卫中华民国 台湾的决心 不是选举的时候 就拿来说说而已 不过倒是要提醒 这个韩市长 他现在还是高雄市长 必须要专心在市政上 那市民有所质疑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回答 左打韩国瑜右批郭台铭 蔡英文连任路 气势越来越足 明镜需要学院杨伯爵 SNG小组特别败道